大家我是宝君 罗飞鱼身上出现诡异人脸 还会喷出黑色冬眼 附在人的身上 一条鱼引发的 六口之甲面门彩案 改编至台湾乡野传说 人面鱼 一部地域特殊文化 很是浓荷了台湾恐怖片 人面鱼 红于小女孩外转 三个老伙计相约来到野外钓鱼 钓到了一条来自非洲的入侵物种 罗飞鱼 趁着新鲜精 三人就立生活考了起来 好吃到就像在吃老鼠般一样 四周突然传来一层极度虚弱的身影 鱼好吃吗 三人没有多虑 继续吃了起来 突然余生出现了一张人脸 吐出一团黑人 穿进到老王的嘴里 成功附身控制宿主 之后老王就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还一口气杀死了老婆和五个孩子 整个市政上非常有名的驱魔人 街坊店里有什么学美的事情 都会找他来搞定 像是一套脏东西 或者重鞋什么的 三两句刀掉八大神咒 就可以彻底解除 而且是随制随足 不影响正常生活 调查妹妹残爱的调子小猪 发觉老王不太正常 特地找了成功查看一番 成功不愧是祖床 常常的驱魔法师 一眼就看出老王 是被魔神仔附身 决定来个油炸 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谁知对方狡猾又凶猛 成功反复他 私实地安在地上磨杀 最后找一间道跑 才避住他的原形 将他缝印了起来 一道油炸魔神仔 就这样新鲜滚热辣的 被丢进的垃圾桶里 但是他们不曾想到 一直在寻找民俗为电影 塑造的小船 发现了他们丢弃了这条鱼 寒香丝与吐出了一条小鱼 带回江里养了起来 小船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 后老妈许姐住在一起 因为和老公闹离婚的原因 许姐一直以来的精神状况 都不太好 需要经常看医生和吃药 所以那就不能出太大自己的人 再次弹琴的时候 许姐意外发现键盘里面 有一片鱼鳞 随后就看到了老公的幻觉 另一边的小船半夜找到成哥 说老王失踪不见了 两者来到已经被封锁了他家里 发现什么鬼都没有 优越就是又紧优下的幻觉 成哥还发现这房子的格局不知 挺有讲究的 一看就是高整直连过的聚才之书 于是又来到风水师那里 告来之前的命盘记录 结果发现老王家里 还有一个小孩 回去仔细查找一番 在一间密室里面 找到了老王另外一个孩子的病例 随后从一个接生婆那里得知 这个孩子当时得了一种怪病 一直都被搞在密室里面生活 老王也经常对他打骂不停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不见了 自从带了那条鱼回来之后 家里就经常发生怪事 徐姐姐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幻觉 有一次看中邪一样 躲在厕所里面吃生鱼 小村感觉也很是邪门 带着老王和那条鱼 找到成哥 成哥又是一找垂头杀 看到了老王吃鱼之后被附身 以及另外一个孩子 被他杀害之后 我们还在山里 死不瞑目 第二天成哥就来到山上 摆下阵法 刚打算动手干活 随时的同伴就像中邪一样 干起了自己人 最高的成哥就能暂时撤退 抱住小命要紧 而另一门的徐卷 又好像被附身一样 用一手叫做魔王的钢琴曲 带着现场的学生 进入了一个恐怖的异想世界 眼看这个魔神仔这么威猛 成哥就要听出传说中的黑虎将军助阵 还带着小村一起来到山上 解救他老妈徐卷 刚挖出那个小孩的海骨 之前那些被附身的同伴 就杀了出来 双方大战了没有三百个回合 成哥即使念筹咒语 庆祝黑虎将军 瞬间就变成威猛先生 一找一个干爬在地 比政治弹一拳将军打成排斥 还要厉害 很快徐卷也伴随着烟雾 溜了出来 小村一漏滚了上去 来到个飞弃的房子 看到了老妈和小时候的自己 一起生活的画面 走上床去想动一下 瞬间就消失不见 很明显这一切都是鬼东西 搞出来的幻觉 虽然徐卷已经被附身 但潜意识里 还留存着这些小村的母爱 最后两人抱在一起 消失在一片黑烟之中 看到诚哥这么的威猛 魔神仔只要坏出了 他的死鬼妻子 欺识迷惑他 诚哥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觉 一找垂头杀 就逼出了他的原形 很快他的老母上魔神 也溜了出来 轻轻一找这个的诚哥 软了下去 在反悔傻的感动之后 诚哥又马上发狂 瞬间黑虎将军护身 变出一条金光散散的猛虎 和对方同归于尽 所有条子赶到 救出了徐姐两母子 而诚哥也终于梦想成真 和艺术园的妻子 永远立在了一起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说起台湾对球的 红与小女孩系列 大家或多或少 都不会没收 也算是近年来 还看着下去的 华语恐怖片 而台湾恐怖片的特色 就是包含有浓和了 地域民俗文化 像前两年的那波中邪 就是其中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